申请入学应该避免的十个陷阱 每本申请季来临 越来越多家长和学生会咨询到一些申请上的难题 小到发现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申请上存在着众多误区 今天小编就整理每本申请上的十个陷阱 一、对考试时间的误解 学校申请的截止日期并不是最后的考Tofor和SET时间 很多学校都有自己规定的提交材料截止日期 同学们千万要上学校官网确认清楚 二、对考试分数的误解 美国大学的录取,尤其是本科生的录取 是一个综合实力的竞争 即使在高中排名一百多名或中等的学生 也可以被顶尖名校录取 三、申请定位的不合理 申请者对排名有一种盲目依赖和崇拜 非要申请前十或者前三十五十的学校 而完全不顾自己的综合实力的强弱 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是一种通识和素质教育 因此不同学校的教学质量 并不存在像排名显示的那样一种差距 一般认为前一百都是非常好的学校 四、对university和college的误解 除了综合性的大学之外 美国还有大量的文理学院 Liberal Arts College 这些文理学校的教育并不逊色于综合性大学 一些好的文理学院 如Williams College和Wellsley College 其本科教育 在很多美国人的心目中 是比哈佛耶鲁还要好的选择 五、对选择推荐人的误解 很多申请者花费大量精力 去找名人来给自己写推荐信 但对你不了解的任何人 都是不适合作为推荐人的 名人的推荐可以作为补充 但绝不是必须的 很多成功的申请者 并没有名人的推荐 六、写essy的误区 对于essy的写作 平庸自然不行 很多申请者会用到精彩的中国典故 或传奇人物故事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 这会导致他人理解的困难 因此表述能力不强的申请者 此时需要慎重对待 八、家长过度参与 出于爱子心切 家长们对孩子的关爱 是可以理解的 但有些家长的参与 我认为超出了应有的度 剥夺了孩子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申请过程中 家长参与一定要适度 九、放弃高考 美国的大学不要求高考成绩 如果出国 事才必行 放弃高考也没有关系 但美国本科阶段 提供给国际学生的奖学金很少 如果是依赖于奖学金 才能出国留学的申请者 最好不要轻易放弃高考 十、对自费签证的误解 很多人认为拿不到奖学金 或者不是去名校的话 签证就拿不到 这是不正确的 如果家庭资金充足 那么你只需要说服签证官 你的这笔教育投资是合理的 并有高回报的 表达出你没有移民倾向 是可以申请签证的 W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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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言